這碎條還兩碗 兩條一脫一絲 人潮一波接一波 點餐喊單的聲音不絕餘耳 踏進小店裡一味難求 每個人大快朵頤 就是要吃這一碗 紅燒湯頭用牛大骨高湯為底 新鮮的本土牛肉在鍋裡 最少要燉上兩小時入味 火候最考驗師傅功力 來上一碗熱騰騰的牛肉麵 金黃湯頭香濃夠味 每塊牛肉滷得恰到好處 肉塊紮實很有彈性 配上Q彈的麵條一起吃最對味 還能加上一大匙酸菜 酸香爽脆更是開胃 我們是四餐口味 新鮮麵 紅油炒手 白油炒手都有 以川味為基底研發的口味 還有這道獨門麻辣牛肉麵 鮮紅湯頭光有看的就刺激食慾 入口強烈麻香爬上舌尖 牛筋帶著辣味QQ的很夠味 雖然店面小小舅舅 藏身在市場巷弄內 看起來好像不起眼 但靠著好味道口耳相傳 一賣就是四十多個年頭 以前在對面做自便條 然後送去這個附近的商家 然後他們每次在賣牛肉麵 每次在看啊 看他們就做得還不錯 然後問他那我們就別著做 學了手藝 謝錦發買台餐車 天一亮就趕工做麵條 忙完了就在麵條店前擺攤 開始煮起牛肉麵 最早一天只賣幾斤麵 身兼致麵師傅跟麵攤老闆兩份工作 漸漸打小名號才正式有了店面 帶的東西也越來越多 做好久好久 做二十年以後才會有一些評價 我們最早期還是以那個炸醬麵為主 來吃的大部分都是炸醬 豬油爆香紅蔥頭香味誘人 溫體豬絞肉接著下鍋 熱油瞬間催出肉香 炸醬的那個高湯啊 雞骨頭啊 等下要炒炸醬的啊 高湯沖出香氣 用醬油膏跟糖等簡單配料調味 下鍋後要不斷翻動 才不會屌肚燒乾 成就這一鍋最傳統的古早味 這裡的麵條是謝錦發 半手工自製的拉麵 口感特別有勁道 淋上一大勺剛炒好的炸醬 這就是最多人必點的招牌 肉燥香氣十足 鹹中回甘 裡頭有肉末 豆干跟蒜頭 老闆還附上一碗牛肉清湯 像是套餐一起吃超滿足 為了做出這味道 小店每天一早六點就開始忙碌起來 謝錦發跟師傅百分百的默契 可是多年時光磨出來的 這四十年了 對啊 就在這邊了 師傅是幾乎每天都要見面 有啊 要見面啊 比那個約會還要重要 兩個矛頭小子坐到如今 臉上佈滿歲月刻痕 多年來不變的 是手工的勁道滋味 老客人還來 是說我吃了第二代就來了 他說我告訴你 我在這邊吃四十年 那時候我很年輕 以前有中央熏透局啊 當然上班就來這邊吃了 在過去那個懷舊年代 城中市場當時最是繁榮 很多人午餐都來這裡覓食 像是用老滷汁 每天一早做好的滷菜 熱騰騰出爐 香氣四溢 海帶 豆干 花干 牛筋 配上很有口感的豬頭肉 一大盤帶著醬香跟蔥香 越吃越順利 再來一盤手工水餃 飽滿外皮包裹鮮甜肉餡 就是讓人滿足的老店滋味 做這個嘛 要勤 要論勒 要論業才有辦法 老闆那像現在這樣做 你有想說你要做到幾歲嗎 我做到八十歲 真的啦 身體好可以動就做了 身體不好就沒辦法了 默默的守護著年輕時學來的手藝 小店鋪或許隨著時光變得有些簡陋 但這伴隨不少人成長的記憶中那一位 依然在市場小巷中持續飄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